怎么成为世界最聪明的人 你只需要答对一个问题 1加1等于几 2 在场的人集体惊讶 因为这男人是第一个答对问题的人 原来在21世纪 高智商的人不愿意生孩子 反倒低智商的人越生越多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类的智商越来越低 而为了保住最后一点高智商基因 他们找来两个志愿者进行冬眠 其中两人就是大帅和小美 本来计划是一年后解冬 但由于这是顶尖机密 只有一个领导知道 结果万万没想到 这领导得了老年痴呆 硬是把这计划给忘了 直到500年过后 这世界的垃圾已经堆积了几个世纪 形成了好几座垃圾山 而最大的那座 却因为一个罐子 导致整座垃圾山瞬间倒塌 垃圾如同泥石流一样涌入城市 大帅的冷冻舱也随之冲进了阿莎的房间 接着大帅从舱内苏醒 但还没缓过来 就因为打断了阿莎学习1加1等于几 搞得对方直接将他丢了出去 这下大帅可算清醒了 可以看现在的世界 完全和以前的不一样 他想着找人问问情况 但还没说话 人家就握着个拳头 就想打架 大帅看了看面前的医院 可这次歪的鼠实有点心慌 进去一看 里头不仅又脏又乱 走廊还摆满老虎鸡 大帅想着喝口水冷静下 但这里的水居然全是饮料 忽然 他翻了翻柜台的杂志 这才发现 原来自己已经沉睡了500年 就在困惑之时 医生见他手上没有代表身份的纹身 直接叫来安保抓人 就这样 大帅被带到法庭 而法官也很公正 免费为他找了个律师 结果一看到人 这不是刚当的阿傻吗 却不料阿傻 因为大帅搞乱了自己家 居然反过来批判他 这下可好 大帅在自家律师的辩论 成功被判200年监禁 这男人沉睡了500年 苏醒后发现世界一团糟 即将断裂的大楼 人们用绳子捆着 步行就任他们倒着 断了一半的桥梁 汽车直接一窝蜂的扎堆送银 而大帅自己 也因为没有社会身份 被抓进了监狱 但他想到现在的人都是250 随即便找到玉井 亮仔你好 我今天行满可以出狱了 只见玉井一巴掌过去 顶你啊 出狱的走那里 就这样 大帅顺利逃出监狱 他找到蠢蛋律师阿傻 因为已经过去了500年 大帅认为 肯定发明了什么时光机器 能够回到500年前 阿傻这一听连连说有 带着大帅就出了门 谁知半路上 他们遇到了另一个志愿者小美 二话不说就先把对方拽上了车 广言被警方发现了 结果警方赶到现场 对着辆空车就是一顿火力输出 大炮机枪应有尽有 还将天上的飞机给打下来了 然而他们还没跑远 大帅还是被逮住 送去了百宫 由于他是唯一答对一加一等于二的人 总统便认为大帅就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 你没看错 这个满身肌肉飘柔长发的搏击冠军 就是总统本人 对方火速带着他去举办国际大会 宣布让大帅担任部长 要在一个星期内解决庄稼不生长 沙尘暴席卷城市 以及赚钱的三大问题 否则就得乖乖去坐牢 而为了解决问题 大帅还特意找来小美当搭档 也别问为什么他们不逃跑 因为还有两把喷火器对着你 就问你敢逃吗 但偶然的一次机会 大帅发现了庄稼不生长的问题 未来世界人们的智商也太低了 他们居然用饮料灌盖庄稼 怪不得庄稼无法生长 唯一算有头脑的 也就是饮料公司了 他们垄断了所有食物链 用饮料代替水源 洗车用的是饮料 给牛喝的是饮料 婴儿喝的也是饮料 而水却只能用来冲马桶 因此大帅想出解决庄稼不生长的方案 那就是将饮料替换成水源 可久而久之 庄稼依旧不见生长 而饮料公司也因为少了大生意 被迫裁掉大批员工 这就导致了裁员们集体暴走 将大帅告上法庭 最终再次收监 而大帅身为重刑犯 想要获得自由的方法很简单 那就是在决斗场中 赢下三辆巨型战车 可他自己的作家 却是软啪啪小轿车 但刚出场 对面一辆终极战车 就大的过头 率先自爆 大帅虽然开着辆小车 但还是靠着他那250的至上 成功让两车互撞 全场观众集体震惊 就在要宣布大帅获胜时 终极战车的车主 希利哥站出来了 他手持榴弹炮 追着大帅就是连环轰炸 眼见大帅撑不了多久 同伴却发现种植的装甲 居然全都发芽了 他们立马拿起摄像机拍摄 在决斗场的大屏幕上全程直播 事实证明大帅的方法有效 总统立马推开希利哥救下大帅 并通报对其赦免 现在就差找到时光机 穿越回到500年前了 却不料 就这样 大帅永远地留在这里 还当上了总统 和小美组建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蠢蛋进化论》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